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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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回來大師群為賽的拉斯維加斯 我是主播Tommy 我是賽品威富 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我們今天又要到中午啦 漂亮 漂亮 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四個Ball 都要播完 就是我們八強大家看到名單嗎 我剛有牌照因為怕我念不完 第一名的這個 Possessy 然後第二名Hepno 第三名Gallon Possessy 1打8 4打5 第一組是 Kalaxy 29 Phenol跟Possessy 嗯 然後他們會把八強拆成兩個 兩個四組 然後四組去打一個雙敗 然後取出了兩位 變成四強 再打單逃 然後今天會打所有的第一場 就是說今天不會有人走 因為大家看到Winner跟那個 Elimit都是會走一個人的 所以今天這八個人都不會走 會把這四個Ball 對 會把這四個Ball都打完 所以就是接下來轉播就是這四個Ball 然後第二組是Hepno打Dog 還有Gallon打Naria Naria也是牛逼耶 Naria好像是第一場就輸了不是嗎 第二場吧 第二場 對 他打Purple是第二場 喔 但因為你要講的話為什麼不講29 29第一場就輸了 不是 因為我先講Naria 再講29 再吹29 這是你一個平常在造神的一個順序就對了 這樣才不會先吹29 Naria太強了吧 第二輪輸了還打進來 29 那29更強啦 1輪桂還進來 我的天 0-1打到10-2 這是我的起少式 我感受到了 我感受到了 但坦白講這個 真猛 真的猛 我坦白來講真的猛 不得不說這八強的名單 其實質量非常高 對 我們剛剛要討論一下 Hepno不知道是誰 看不到什麼素人 Hepno可能要問一下郭貼 對不對 搞不好郭貼認識 郭貼應該認識 對 然後第一場 所以第一場是Fanel打Possessi 然後Fanel這邊也是 八強應該蠻多奇蹟法 因為這很多人都是走奇蹟法的 我只知道Town是 然後還有誰是 痘狗好像不算 痘狗 痘狗他算 對他好像不算 他算什麼 我剛剛把他也算進去了 兵怪的法 兵法 兵法 對他介於純兵法 就是那種會放吸血紋的 跟奇蹟法的中間 他就是兩邊的東西都塞一些 對然後 所以混合法吧 混合法 對然後Possessi也是奇蹟法 對然後Gallant是炸彈戰 Naria好像是盜賊 對 喔 我有點忘了 我有點忘了 對好像是盜賊 有點忘了 他畢竟是昨天第二輪出來的 呃 圍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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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兵法滿好笑的 是不是在點飲料是不是 圍糖 圍糖 圍兵 呃這個 騙兵法也可以接受啦 我覺得大家真的比我 可是 我不懂為什麼叫騙兵法 騙你的魔城啊 狗哥的牌就是 他很秀啊 他一直在那個什麼前五名 前十名 對啊對啊 對然後你抄起來 都是倒數第五名 倒數第十名的啊 你抄起來都是倒數第五名 用不了他的牌就對了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 欸 29怎麼在聊天室啊 對 講話注意一點 29在聊天室是不是 抄起來 先來 29真是太牛逼啦 怎麼可以這麼強啊 我真的是沒想不到欸 0-1走到10-2 對啊 這怎麼可能 他是有多強才能怎樣 他是世界冠軍 幫你補充一下 繼續繼續 可以算是寶刀未老 這樣還是老的啦 看看我們的這個Hunter S 已經回家了 已經去玩水了 已經去玩水 29你就告訴Hunter S 誰才是真正的冠軍 8強5個法師 他要統計了 8強5個法師 然後剛剛那一組 全部都是法師 全部都是襲擊法 全部都是法師內戰 有啦就是 有沒有阿嬤 我跟那個 一開始牌組分布出來的時候 我就直接把那個截圖 接給阿嬤 我覺得法師要贏了 這個戰士這麼多 那些法師應該都秀得贏他們 法師背牌很容易贏戰士 而且戰士的背牌 就是打法師那個背牌 我覺得其實很沒用 因為王牌啦 主要是王牌我覺得很沒用 對 然後你也找不到更好的東西了 就頂多就只有對撞鎚是 相對來講比較好的 因為他可能可以幫助你一次解兩隻嘛 最好的情況 對 對 像說王牌你花五費去開一槍 鎚子你還可以先拔 因為人家不一定會背拆武器嘛 應該是不會啦 對啊 通常是沒有那個空間去背拆武器 或者是頂多一張防身 差不多就這樣 哈里遜通常是這樣子 對 就是有一個風險啦 如果你今天背了錘子 然後又被哈里遜拆 那是直接崩 所以我覺得 法打戰的勝率 當然沒有到穩贏 可是還是很高 但是戰士這樣背 也是會提高他打法師的勝率啊 我為什麼會想要講這一段是 因為我覺得好像有很多的戰士 他們的背牌裡面都是沒有被打法師的 至少我看了 在想要打的時候對戰 他們選擇去背機械那邊嘛 可能是這個原因 他們認為就是 加強了那一點點勝率 乾脆不要 乾脆拚對面卡牌直接把他炸死 可能比較有機會一點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想不到機械類的牌會多 因為奇蹟法這個東西就是 你很難去 因為對手順不順 那不是你能控制的 可是他的上下線會非常影響 就是他是三費的時候 就直接切兩隻 還是他到九費才切兩隻 會非常影響你的勝率 那就叫奇蹟法了嘛 對 就叫奇蹟法 所以這不是你能掌控的 乾脆別背我覺得也是一種 因為相對來講 你去背沉默跟EMP那邊 那個是你可以直接用那五張背牌 搞定的東西 搞定啦 是可以搞定 對啊 我覺得也算是合理啦 好來我們第一場 Phano9-3 SKT1 這個對戰就我有理解 是不是後手的優勢也是蠻大的 這個對戰我已經幫你分析完了 誰先做招的誰開大 先後手根本沒差 那是肯定啦 可是你先手就很難做到招嘛 先手會很難做到招嗎 對啊對啊先手比較難做到招 然後你排比較少 你的招不就是三巨人嗎 那是你還不夠秀 那是我不夠秀 你理解了吧 那是你還不夠秀 那可以 先手一樣有辦法做出這些combo 沒問題 這樣會太硬嗎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蠻合理的 因為我很常是後手還是輸 可是後手要怎麼三費舉人 蠻難的喔 三費不行啦 就是四費啦 四費 最快都要四費啦 最快都要四費 那先手只要 只要三費是一個抽牌 不管是香蕉還是密法智力 四費就是零就可以直接接個四費舉人嘛 對對對 可以用零 可是通常會是 通常會是三費做的抽牌 四費打一個香蕉 五費023 通常是這樣 通常是這樣嗎 通常是這樣 033啦 6費033啦 這樣比較難一點 五費不行 不是 033 先手沒辦法 後手才有辦法秀那個 03 然後那個 是 拿了一個鏡像 我看他們的法師 因為我就 我印象中 燙是有放一張那個 欸 墨玉 我剛剛本來要講 我剛剛本來要講名字 算了算了 我還是 末日末日好了 末日末日 末日末日 還是你要講另外一個 郭大俠 我剛剛本來要講這個 郭大俠 郭大俠 有放一張的 滿特別的 有人講啦 三費舉人 後手一費戲法 二費願靈 三費可以舉人 都在表演 不過先手一定是相對比較劣勢的啦 排少一張嘛 對啊 這沒辦法 而且你那麼中法術 幸運幣也是法術嘛 對可以多拿一張牌嘛 好這邊 所以呢 無奈 巨人 感覺變成一個先後手的遊戲 而且Posessi換完牌之後 就可以發現他的手牌算非常好 嗯 有切 然後有香蕉可以補牌 讓巨人可以出 那上面這邊 先打個3 然後按個鏡像 希望能夠拖完這回合嗎 喔 還是他這邊先按了這個1 他這個1好像就是要打2了嗎 嗯 按了這個1 感覺會去走颶風那一邊耶 因為這邊裸夏露娜 你要打鏡像 不然你這個露娜留不住 對 那如果你只抽了一張 以你現在的手牌來講 是很危險的 再拿這個1 呃 中間吧 挺好的 對 景象 可是今天Posessi的牌太好了 嗯 這邊 已經兩張切都在了 有點太強了 喔 那應該就是直接切兩次吧 這邊寫了一個筆記 你覺得是什麼 是颶風1嗎 誰寫的筆記 Posessi 喔喔 寫了一張颶風吧 我感覺應該是這樣啦 感覺他就是只記重點嘛 颶風用了一張 記一下 再切吧 嗯 沒理由不切吧 只是 再想要切哪一張是嗎 應該是切 應該是切嘲諷吧 讓怪 更多更大隻的 反正血量也沒差 嗯 可是如果你會 被冰住的話 是不是有個嘲諷還是安全一點 可是 28滴欸 感覺就是這邊 我的想法是 就打主攻的 我會想要 直接切嘲諷 感覺他確實在 思考這個問題 他在思考 而且他是拿 喔我以為他會拿 還有 的那個 就是還會晒雙生的那個 因為他手上還有一張 對 對 OK 他選擇了 把嘲諷不要了 嗯 痛苦 真的痛苦 這樣子 哇這樣好尷尬 這個內戰 就這樣直接被秀走了 這樣就美了是不是 對面起手換完牌 好像就贏了 就已經結束比賽了 我在想上面 上面這裡有什麼方法 是不是這回的兵 下回也是死 不知道怎麼辦 嗯 非常好 Fino笑了一下 嘆了一口氣 嘆了一口氣 不過還好啦 就 就 就一把嘛 對不對 先輸一把 先輸一把 然後追啊 對不對 這一把沒辦法 你有幸運避嘛 剩下兩場都是我 對不對 秀回來啊 反正你11-1嘛 你本來就那個 運氣比較好一點吧 嗯 也不是實力比較高一點 你運氣比較好一點吧 11-1其實是挺牛逼的啦 而且他也是前面輸的 因為他一開始一直不在理得破 後面這樣子才是 他也是前三局輸的是不是 應該是 Fosessi跟 29好像都是今天全勝 五場都贏 準備了 我在想要 怎麼吹 怎麼吹對不對 可能是 第一天水土不服 死渣還沒搞好 可是他提早飛 他提早飛 那很硬啊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這邊要怎麼辦啊 這邊 這邊 你說不知道要怎麼BN 對不對 我不知道 要 怎麼打才會輸 基本上 他有一隻要換是不是 還是也沒有 應該沒有吧 OK 因為如果要換的話 他會換完再切嘛 他走一個 我覺得他這個打法是防冰 先弄一些嘲諷嘛 先切一個嘲諷出來 然後丟一個 如果你這邊走一個 海巨人跟冰角的話 我還可以 用手牌去秀 反冰 我自己也有一張冰角嘛 然後我也可以鋪牌 這蠻好的 蠻好的應對 這邊 開綠 怎麼會這樣 好秀 巨風 有嗎 巨人 欸巨人跟冰角不行 還是這個也沒差 沒差嗎 我覺得這邊其實應該要冰角 然後雙射線 把露娜解掉 你不是已經知道對手的冰角已經爆了 丟掉了一張嗎 對啊對啊 其實這邊打冰角加兩個射線 把露娜解掉好像比較好 嗯 就讓隊什麼沒得秀嘛 嗯 他沒有要打冰角 他沒有要打冰角 因為確實這個檯面是 就是你冰角 這個場攻沒有到很高啦 你是可以不用冰角啦 但是我 我覺得露娜 還是他覺得巴費沒差 巴費 可能秀不太了 不知道 好 怎麼逆 怎麼逆 我就一直右邊這張啊 再來一個學徒啊 有沒有 沒有 學徒啊 還沒啊 他這邊 他這邊只能是 呃 他這邊要逆轉的方法應該是 他抽到那三張牌裡面有 有冰啦 有 AOE冰 這樣才有機會 我看他一直在秀啊 這邊都是假秀 那都是假秀啦 喔 你說一定要有一個 那個集體冰才有辦法 對對對 記住人洞 撞個 繼續抽牌 繼續抽 繼續抽 欸 這邊不能猶豫欸 很趕 時間很趕 很趕 拿兩個香蕉 他 他已經 沒有抽了 應該是要打其他打法 OK 兵兩隻 喔 又用過了 又用過了 這邊是要用切嗎 他那個兵是剩一個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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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對啊對啊 我用冰角的話不行 OK 直接切 反正一定是那個嘛 一定是佑光嘛 對啊 零費的 好 秒殺 剛剛如果他 用那個香蕉小販 拿兩根香蕉 然後抽到那張是 血圖 也沒用啊 也是沒用啊 為什麼 格子不夠嗎 欸可以啊 可以啊 還可以去撞那個 四三自殺 你說還可以再活一回合的意思 對啊 不是啊就是 秀完然後 都用那個射線什麼的 然後把他全部兵住 然後 你生物活著 沒辦法反殺嗎 對啊對啊 我們上帝視角看 肯定是不行的 那 他的視角的話 沒有沒有不一定 他的視角 因為如果他打了那個香蕉小販 然後再進了學徒 學徒丟出來 第一根香蕉又會再抽牌 又找到一張兵 怎麼兵 射線啊 或是戲法 再變都可以啊 就他只能這樣想了嘛 他只能用那個露娜去秀嘛 嗯 這樣是不是 其實是有一點機會 可是 可是你這樣講法的機率是蠻低的 不知道他這樣打 他自己的這個打法 能不能夠撐過去 他覺得他這個打法可以撐一回合 OK 嗯 好沒關係 不過因為他畢竟本來就已經是這個 血崩開局了啦 血崩開局了 嗯 對 已經打算秀了 那就看 打算秀 其實我覺得威靈好像 相對來講是比較有優勢 因為這些人的背牌 好像也都沒有在針對內戰 威靈有放那個冒險者 有一個冒險者雙變陽那一套 嗯 不過 對吧應該是吧 我剛剛沒仔細看 那還蠻合理的欸 因為有些人是去背聖騎的 因為他自己覺得法師強 然後他把這些人都不當笨蛋 那他應該是 會帶一刀 會打 對啊蠻合理的啊 繼續吹繼續吹 來 繼續吹 繼續吹 我沒有吹我是合理分析啊 合理分析 因為他這個背牌好像是 我們看過那麼多法師的背牌 好像都沒有像他這樣背的 你說威靈嗎 對啊像威靈這樣背的 呃 對 比較少 幾乎沒有 我沒有印象中看到其他人 呃就是 奇蹟法還很紅那個時候有 喔對 就之前了 那很之前的事情 對 變成什麼打戰跟打勝 嗯 因為那段時間勝也很紅 可是勝現在變少了 嗯 希望我手倒過來了 好 看起來 手牌好像也反過來了嗎 也還好 Porsetti這感覺手牌也挺強的 嗯 還還不錯 而且這邊可以走一個tempo 嗯 哇 神抽 哇 那下面 出個露娜 不出露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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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學徒可以讓 因為點一下就解掉了 他覺得露娜很強吧 嗯 還行吧 我覺得不下露娜也還行 因為對面也不一定有事做 他如果是撞露娜點一下解掉 那你下一回還是要打密法之地 不是嗎 嗯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 他們 內戰也是會直接換就是 打戰士的貝貝 就直接把質量加大 合理啊 多了是非的 對啊 比較合理 但是威靈那個好像就是 直接要給你死的 還是打戰士其實 打戰士冒險者也有用 應該是比較難啦 對 相對來講比較難 應該是比較沒有用 嗯 而且打戰士的那個 變陽也沒什麼用啊 嗯 啊他這邊 怎麼變這麼兇 而且怎麼跑出這兩隻青蛙 他直接切 他是對於內戰有一些研究的耶 這邊怎麼走成這麼tempo 啊是不是他們那個 內戰的時候都會把那個 競技場 競技場什麼 保鏢 換掉 通常是如果你是換成打戰士的 對啊對啊 通常都一定會換掉 相對來講我們就沒用 嗯 就算對面一排怪 其實你一個二七也擋不了 嗯 Oh my god 喔這個檯面 他好開心喔 欸他打得好開心喔 看到沒有 我看到Process你剛剛是這樣 秀就是一個字 站起來 跟著歌一輩子 秀 真的秀 這個吐舌頭一直吐一直吐 你完全沒怪 昨天你有看那個狗哥那一把嗎 那個巨人一直丟出來 一直被這兩隻青蛙 可是人家是自己帶兩隻 直接被兩隻青蛙 那個舌頭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 那個巨人一直死一直死 但狗哥最後還是贏了 厲害了吧 為什麼最後還是接這句 因為 D.O.G 倒過來就是G.O.D. 我今天才發現 我今天跟你們講才發現 反正這個梗很久了好不好 我已經以為這是一個爛梗 我想不到大家 我今天才發現 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不是 這不是 這不是國中中文課 這個英文課 就有人在那邊聊的嗎 沒有沒有 我們也想像不了這個 這是一個爛梗嗎 我不知道 反正我今天才知道 好 好 沒關係 這邊 來 稍微解一下 沒有沒有 解得很過癮 你等一下 這個二三再自殺嘛 然後再拿法術 再秀 還是 還是 不 不弄了 弄吧 不弄為什麼不弄 對啊 我看他其實沒撞啊 然後我看你也沒有講話 怎麼還可以拿這個 解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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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到 舌頭一直舔 但是這場還不好說 這場還不好說 下面有這個連鋒暴 喔 對啦 下面有連鋒暴 對對對 還行還行 還有機會 好像機會蠻大的我覺得 這邊先冰住吧 不然這個血量壓力太大了 嗯 冰是肯定要冰的 嗯 欸奇怪啊 他怎麼還有一個火球 他打到了 他打到了 對啊 小事啦 小事嗎 火球打6滴而已啊 小事啊 小事嗎 我還有15滴耶 開玩笑 這邊連鋒暴完 你說還卡一個這個鏡像體喔 都塞好了 你這邊打巨人 馬上跟你要一個巨人過來 嗯 欸 但他不能打 那個 他不能打420了 變白板了 對不對 還是你是說什麼 其實可以走 如果你要防鏡像體 你可以走飛龍啦 可是你打一個 白巨人 還有鏡像 那 那就打白巨人吧 還是 還是 那個 巨風直接丟出來 巨風直接丟出來 呃 剛剛 有收到音嗎 沒事沒事 你幹嘛還要講啊 我沒有我怕收到音 我們沒講 反而尷尬 這個還好 你就趕快那個 我覺得可以 應該是直接打巨人啦 因為 秘密你怎麼可以只防一張 秘密有幾張 七八張吧 我是不是沒有 直接數過 有七八張秘密吧 八張吧還是七張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啊 對 只有 只有 只有鏡像體會被懲罰而已啊 就也不用去跟他讀那個機率吧 所以應該也不用先下 先下二把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 他真的是鏡像體 你還有 鏡像 可以去扛 他不好過來嘛 你兩個02擋著嘛 也還可以接受啊 就怕 沒有 就怕 婆娜里斯沒有切啊 切 也要切出這個嘛 對不對 也要切出嘲諷才可以 不然都叫殺了嘛 對不對 這叫殺 你說 手上很火球 對啊 六加八十四滴再見 Sayonana 是不是 難道這邊是秀一個 右手一張切 還好 這邊切也切不 喔你說 這邊這樣切不出什麼 這樣切 這樣切 你是不是累了 沒有沒有 這樣切切得出很多東西耶 沒事沒事沒事 變成了四個鏡像 好 嗯 嗯 嗯 有點麻煩 該不會突然火球要解這個露娜 火球解這個露娜 我想一下 二三三 二三二 不行 二三二 你說可不可以兩張法術都打掉 法術都打掉 對對對 然後就出 出了颶風 出了颶風再補牌 他都抽元素有點太傷了 他那個扶殺者 沒有辦法去 做一些抽率 卡在那裡 我是覺得露娜一定要解掉 媽 因為他應該是知道 他應該是知道 他應該知道 否則是你沒有切的啊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笑嗎 對我知道 你知道了 要不要解釋一下 很多問號 不是不是 因為你說 我覺得露娜應該要解掉 但你 講這句話的同時 他把這個六倍的巨人 拉出來 你直接補一個媽 可是我是有看到 我不是因為這樣才講媽的啦 喔okok 我是有看到他要 他要拉這個巨人的 你那個timing有點剛好 但我想解的原因是 因為他應該是知道 對手是沒有切的 在手上 有切就直接切啦 有切剛就會切了啦 對啊對啊 喔 露娜又要開秀了嗎 那就是繼續秀啊 我這邊在想是什麼意思 這邊在想 沒有 再拜啦 再拜 再做一些儀式啦 因為其實 這時間不一定是 有沒有看到 他剛剛就是花這些時間 換來這張秘法之遺 你看秘法之遺 馬上就沒想了嘛 喔 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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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問很多的啦 還有這招就對了 欸 這邊打0是 2 4 6 8 不會爆牌對吧 好像不會啊 現在目前打是不會 只是他現在有切也沒什麼用 就是了 對啊 所以 嗯 丟巨人也蠻合理的 因為他也沒位子切嘛 巨人 點一下那個鏡像就好了 他也不想再按一張0嘛 對不對 他想留給颶風嘛 你現在這邊直接打颶風 會變成 你不管拿什麼 格子都太滿了 對對對 對啊 然後你的手牌會卡著 所以丟巨人是比較好一點 點一下 喔 換他要秀回來了嗎 這個就是 看抽了這兩張 是什麼 這邊他什麼東西最好 嗯 呃 冰角 冰角是肯定要的啦 不過 射線也可以啊 射線也可以帶冰巨人 唉唷 在哪 唉唷 抽牌 抽了抽了抽了 抽了抽了抽了 在冰那個 這沒辦法不抽啊 這只能抽了吧 還是要想到冰一隻就算了 長攻也不高 12滴而已 反正 露娜你也解不掉 我是覺得抽沒差啊 反正對面就注定會一直抽的嘛 你就當他什麼都有啦 好抽了抽了 來了一張切 三明劍 唉唷 -5喔 嗯 嗯 怎麼了 喔 我以為是要用那個 那個 激素冷凍 因為他本來也可以冰嘛 對不對 我記得他直接就是可以冰 他不想喔 他覺得只要有生物踢到 踢到頭 一下就夠了 OK 這樣也可以 要算一下 他剛剛已經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算 沒有啦 因為如果你考慮 火球 寒冰 天生劑 那一回可以打10滴嘛 那你還要花4回的點天生劑 他可能覺得不可能打那麼久 這樣也合理 一定是不可能打那麼久 對啊對啊對啊 不可能打那麼久的話也合理 就先冰了 這邊 二飛巨人嗎 因為他手上先打抽牌是會爆牌的嗎 嗯 這樣是不是應該先丟巨人 這邊 他不是只能在 他還要打鏡像嗎 應該是要 他還要再打鏡像 是不是 對因為我知道這邊要做安東尼啊 但是 OK 他只想要 因為我也是可以再丟一個巨人的嘛 然後一樣是7加1的 也是OK的 嗯 這邊如果處理不掉這個安東尼 就走了 嗯就走了 可以選一個冰 其實好像也可以用切的 切的就很浪費 剛剛都加在這個 嗯 巨人身上 沒有啦我說切安東尼啦 就直接解他啦 喔 對 因為也是也是三費嘛 如果你打1加2去解安東尼 就打1加2解啊 就 都行啊都行啊 這邊 因為你這樣可以再切一次自己的 7 8嘛 還是他用 他想用火球解嗎 火球解安東尼 然後把這個都留下來啊 嗯 嗯 還是 唉唷 這邊又在 又在算一個那個嗎 你這邊開始丟火球 哇這邊 這賭你沒有冰是不是 這邊 賭你沒有冰然後我下一回合擊殺這樣 把壓力做到最大 賭你沒有冰 那冰角按下去 上面投降 是這樣嗎 劇情是這樣嗎 這邊我有點看不太懂 我想一下 他直接賭沒有冰角是不是 可是人家剩5張 沒有冰角那 至少有兩個火球啊 解場不行嗎 還是解場是不行 解場 解場你 那個啊 就你要把安東尼送掉才解得完 兩個 兩個7 8嘛 這邊也是選擇先切一個 他是一定會爆牌的啦 應該 我看一下他的手牌 還是 嗯 就只有 只有丟這個 奇莉亞絲 不會爆 沒有 把露娜送掉嘛 丟個生物的話 就不會爆 沒有生物能丟啊 劇人也可以啊 對啊 劇人也可以啊 劇人會 通常會 因為草原已經有兩種劇人了 你說還是會留一下這樣 嗯 要留一下 還好 我覺得這邊的問題不大啦 這邊其實怎麼打都可以 反正有打冰角就好 上面剛剛那個 塗的是一個什麼 我還沒看清楚 就塗 塗你沒有冰角嗎 沒冰角 然後切不到嘲諷 這樣我才會贏 感覺是這樣啊 不知道欸 怎麼不知道 可是他也沒辦法 他前面打太兇了 他被烈焰風暴那一回合 嗯 就 整個優勢都沒了嘛 被塞了一波啦 被一換七嘛 不能怪他啦 畢竟人家那個也抓三張 又有烈焰風暴嘛 算你塞啦 怎麼會有抓到又一 對啊 怎麼人家先攻 還贏了 檔次 這場應該要算Fino贏啦 沒辦法 哈哈 你很常講這句話 就這個人明明已經輸了 然後你要說 這場應該算他贏啦 這本來就應該算他贏啦 但是事實總是比較殘酷嘛 樂透的總是只有一個人中 那也是沒辦法 你號碼選的很對啦 應該要給你一些獎勵啊 對啊 憑什麼你選一二三四五六會中 對 好 那 沒什麼意外的話 應該 是沒了 應該是沒了 就是 雖然還可以撐啦 但 Possessy不怕爆牌啊 這邊還可以 反正就優勢交換之後 優勢解解 對啊解解 不過要想一下啦 怎麼樣解可以解得比較乾淨 這張切是可以打的嘛 所以你一個八八去換七八 是完全沒問題的 嗯 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先做 然後 可能 可以 就解 可能可以點一下 奇莉亞斯加火球 可以嗎 點一下 奇莉亞斯嘛 然後 自己的奇莉亞斯加火球 解一隻 喔那你這樣就沒有要切了耶 你這個八一就算了 是不是 這八一很難不切吧 對啊 切了你可能可以點一下奇莉亞斯的聖盾嘛 你點一下奇莉亞斯的聖盾 火球 直接 或是你七加天生劑解這個七八 夜星 然後一顆火球直接 打頭 喔沒有 他是要 喔他要丟奇莉 都行都行 自己也補一點血 就他的選擇太多了啦簡單講 他要怎麼打都可以嘛 反正有解到怪就好 但是我覺得是一定要切啦 嗯 直接打奇莉加火球 感覺有點浪費那個 優勢交換的價值 對啊 但如果他是要這樣子打 我感覺這七八好像也不用撞 沒有特別需要 對啊 沒有 感覺好像不用特別撞 你說七八不要撞對方的七八 呃 感覺可以啦 但他撞了 他還怕 欸上面是不是沒切啦 他有多一個DNC啊 可以 點掉 對啊是有多DNC可以點掉 但放著感覺好像也沒什麼差 就是變成說不要按東尼去撞那個奇莉蓋神 用這個七八去撞 或是天神器去點聖盾這樣 上面這邊我太了解了 嗯 對我很常遇到這個狀況 這時候我想的事情就是 我還 還能怎麼贏 我還能怎麼贏 還能怎麼贏 對啊 那 還有什麼希望 那希望是什麼 他一定找到了 他找到了嗎 他找到了才繼續打 他一定找到 對啊對啊他一定找到才繼續打 他找到了是不是 對啊他找到了 那你找到了嗎 你還沒 我還沒 我還沒 我還在看 我還在看啊 他肯定是找到了些什麼啦 嗯 好 這邊 打得很快喔 火球直接轟了 他 他找到了 他找到了 沒了沒了 不會啦 十二輪可能籃下 感覺這個比賽應該要秀一下 因為打的人應該都是很牛逼的 這個強度很高 這個八強名單看起來 真的牛逼 基本上都是大家認得的 都是實力派 然後都帶法師嘛 沒有 我不知道你要吹什麼 我丟一個球給你看你要怎麼接啊 有多來法師蠻好的啊 可是 我先看一下支卡 不是我還要吹喔 一打八 我剛剛已經吹那麼久 你剛剛 你 累了是不是 你差不多差不多就行了啦 差不多差不多就行了 還沒有屌到要一直吹 好啦這是我們 Group A 目前已經打完第一場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 winner跟淘汰的都不會決定 今天都不會打 我們今天就只打前面第一場 不會讓這八個人 每個人都還有明天 都還有明天 明天都要來現場 對 都還要再到現場來繼續比喔 所以明天這樣會變成打幾場 一二三 一二三 六 十個 十個波 明天應該是總共十個波 明天十個波 對應該就是一路打吧 從winner到淘汰什麼什麼的 他這個賽事跟以往的那個 比賽也有點不一樣嘛 對 因為從 因為改成那個 專精制嘛 先改 先是改成瑞士制 之前可能是打雙拍淘汰 最久以前那時候 然後進八強的時候 也從單淘汰改成雙拍淘汰 對對對 就是再前一點 就是我進八強的那一年是單淘 一場就走 後來變成 欸你輸一場還能打 對 然後到現在什麼都沒了 然後前面改成十二輪 對 現在改成直接坐在家裡 好 欸我們看一下這個 蔣金池 喔原來 喔這第一名有十萬沒有 怎麼那麼多 我不知道 好像他們有千 世界冠軍不是25萬嗎 他們前八名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bonus 有一個bonus 可是我不知道那個bonus是哪來的 喔就是賣那個禮包 喔 就是因為很多 就是常常會有這種 他會推出一個產品包 嗯 然後你玩家去買 嗯 然後買的那個錢就會 從裡面 送給選手當獎金 喔 之前有這樣過嗎 別的遊戲常常有 盧石好像沒有 對對對 別的遊戲蠻常有的 蠻常有的 對這個盧石好像是第一次聽到 對第一次是這樣子 對 但你玩了其他遊戲 可能都有發生過類似的事喔 對 蠻常有這個 這也好嘛 這等於是 他們的獎金由這個 喜歡他們的觀眾 或是粉絲 或是愛看比賽的人 來做一點 小額花費嘛 然後就抽一點抽一點 去買卡包是不是 就是那個什麼 這一次那個禮包啊 就是一個薩滿頭像的那個 它還是 有送一些 它還是一個划算的東西 喔 不是叫你直接花原價 它是出一個特價的東西 然後裡面的錢 再分去當 選手的獎金 選手獎金 蠻聰明的做法啦 對 達到一個很好的那個 怎麼樣 有什麼話講的嗎 沒有 因為我沒有買那個 你沒有買是不是 我個人是這個 三幅都買了 喔 對 我們這邊先進一段廣告 回來看我們二九開秀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一看